我國以臺灣為名 在立陶宛設立代表處 引發中國強烈不滿 對立陶宛展開了一連串制裁行動 立陶宛總統說 同意用臺灣的名稱 設立代表處是個錯誤 事前也沒有跟他商量過 有學者分析 這段發言表示立陶宛 正在承受極大的壓力 而外交部則說 力挺立陶宛的決心不變 將對立陶宛的產業投資兩億美元 並增強雙邊貿易關係 我國去年十一月十八號 在立陶宛設立臺灣代表處 這也是我國在歐洲 第一個以臺灣為名的外館 中國對此不滿 除了宣布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 降為代辦級 也對立陶宛經濟制裁報復 立陶宛總統老賽達日前受訪表示 同意我國以臺灣為名 開設代表處是個錯誤 立陶宛前總統亞當庫斯 也表示承認臺灣的事情 應該是大國的事 不是小國來帶頭 有國內學者分析 立陶宛是半總統制 總統握有外交實權 這反映立陶宛 反映承受極大壓力 未來可能尋求歐盟或美國等 民主國家的支持與協助 有學者認為這次中國對立陶宛施壓恐怕未來我國想要以臺灣為名在其他國家開設代表處難度將會提升 而就在立陶宛總統認為以臺灣名義開設駐立陶宛代表處是個錯誤的同時 外交部也證實為了深化和立陶宛經貿連結與實質關係決心 將對立陶宛產業投資兩億美元 首先臺灣會來設立一個兩億美元規模的中東歐投資基金 投資在臺灣跟立陶宛都認為對雙方有利在經濟以及科技發展有戰略意義的相關產業 這來協助兩國的產業共同提升競爭力 這筆投資初步鎖定半導體生物科技和雷射等相關領域 款項將由國家發展基金資助中央銀行支持 記者張志雄 陳信榮 陳修林 吳祺昌 綜合報導